新能源汽车特斯拉今年股价涨势凶猛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今日的股价竟然能涨破2000美金大关 要知道今年3月特斯拉股价还只有300多美金 随着特斯拉股价风涨 钢铁侠马斯克身家超越LVMH总裁伯纳德 成为全球第四大富豪 全球前三大富豪分别是亚马逊CEO杰弗贝索斯 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 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 特斯拉的暴涨一方面 源于公司连续四个季度扭亏为盈 财务表现良好 另一方面 极大超级工厂的交付能力越发出众 特斯拉高管近期表示 公司将在2021年初开始 将中国制造的Model Y车型 从上海超级工厂的生产线下线 可见上海的特斯拉超级工厂的贡献越发强大 与此同时 随着新能源汽车在各个国家 开始更多的被政府所倡导 为了赚取补贴 特斯拉还不断的降价 更是吸引了不少购车者 此外 上周二盘后 特斯拉宣布按照1比5拆股的方案 也是刺激了此轮股价的上涨 一般而言 股票分拆是让企业 让散户投资者更容易获得股票的一种方式 可能会吸引进行小额交易的个人投资者 果然 拆股消息宣布后 特斯拉在一周多内的时间大涨46% 今日收盘股价达到2006美元 你觉得特斯拉还会继续涨吗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